本周的国际新闻快评 我们一起来看看西非的民主遇到了什么问题 就在这个星期西非的布吉纳法索 三周前发动军事政变的军事领袖达米巴 正式宣誓就任总统 而在布吉纳法索隔壁的马力共和国 不仅同样由发动政变的军方持续掌握权力 甚至在近期与法国决裂 不但要求法国大使离境 还施压法国为首的民主盟国军队要退出马力 不止如此 上阿拉沙漠东部的苏丹 也在去年发生军事政变之后 至今都没有回归民主体制 非洲的新兴民主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而西方民主国家为何在非洲 逐渐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 甚至成为了不讨喜的对象呢 在西方的观点来看 民主价值言论自由和人权 没有人会不想要 不过非洲国家的人民遇到的现实生活条件 跟西方国家大不相同 近期一连串的军事政变 如果仔细探究背后的原因 就会发现军方推翻民选政府的动机 并不是因为反对民主 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民选政府 在面对伊斯兰恐怖分子攻击的时候 束手无策 过去一年多来 受到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影响 在非洲地区的伊斯兰激进组织 大受鼓舞 不断地对非洲新兴民主国家发动恐怖攻击 玛丽和布吉纳法索这两个国家首当其冲 根据推估 短短一年半之内 因为恐怖攻击而流离失所的人数 就超过了万人以上 数以万计的平民 无法放心的过日子 导致人民对于政府失去信心 如果了解非洲国家民众面对到的生命威胁 或许就不难理解 为何非洲人民宁可选择让强势的军人来执政 也不希望再继续生活在恐惧当中 因为对他们来说 如果连基本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 谈人权和言论自由实在太过奢侈 也许很多人会说 西方民主国家可以给非洲国家更多的帮助 让他们知道民主的好处 其实最讽刺的部分 也就在于西方国家不断强调西方民主价值的同时 不仅仅实际给予的帮助非常有限 更重要的是 西方民主国家多半在面对非洲的时候 全然忽视了非洲文化对于民主认知和西方文化的差异 单方面认为西方民主价值远远优于非洲的在地认知 偏偏西方民主的衡量标准 往往只把重点放在选举 联合国年年派员到非洲观察民主选举的进展 并且针对民主制度提出建议 也试图帮助非洲人民参与选举政治 借此了解西方的民主规则 姑且不论选举制度在非洲是否公平 也不管非洲原本的部落政治形态的政治文化 到底适不适合全然套用西方的选举制度 单单只考虑选举的频率 就可以想象只靠监督几年一次的选举和推广公民教育 根本不可能让非洲国家感受到西方民主 对他们的生活能有多少帮助 更不可能让他们忘记自己仍然处在 连生命都具有危险的环境当中 要求非洲国家全面的用西方标准来追求民主发展 实在是强人所难 不仅如此 西方民主国家对于非洲原本承诺给予的经济援助 往往也都带着特定的条件 从好处想 如果非洲国家能够满足西方国家对于民主的考核 确实有机会获得资金的益助 可是如果站在非洲国家的角度来思考 有条件的民主援助 难道不是一种压力吗 非洲国家不是没有试着追求民主 也不是不知道民主有其好处 只是当这些国家一想到恐怖的攻击 是因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中东地区因为自己国家利益的原因而抽身 才间接导致恐怖主义在非洲抬头 再想到西方国家总是用西方观点来看非洲问题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西方民主在非洲 不再像过去一样受到支持 生活在自由民主体制当中的人们 常常会非常主观的认定 民主是普世价值 所以大家都应该自然而然的接受甚至都应该努力推广 殊不知追求民主其实有一定的条件一定的门槛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办法达到基本的温饱 人民的身家性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要人民把民主价值放在第一位 恐怕是旁观者太过自以为是的想法 从非洲国家人民面对军事政变 抱持接受甚至是支持的态度 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西方民主国家是不是太过骄傲 而发展中国家的无奈又有多少人真心理解 在西方民主国家影响力逐渐视为 而多数非洲国家又没有足够的条件 让人民在关注基本生活之外 还有办法考虑其他的价值 这种情况之下 目前的民主退潮和可能产生的扩散效应 恐怕才正要开始而已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晚宇新闻台 2.0全行出发